4月12日凌晨 四名手持鐵錘等空氣的男子 闖入香港大紀元印刷廠 破壞印刷機器 部分機器上被灑碎石泥片 導致機器無法使用 香港大紀元在SNS上 報導了記錄犯罪過程的監控錄像 很多日本網民在倒後 義憤填膺 代表民眾深聲的日本議員 亦譴責暴行 豆子市議會議員袁山智章 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據我所知 這是香港大紀元近期第二次遇襲 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這是對言論的鎮壓 他還說 對大紀元的襲擊很可怕 在21世紀做出這種事情 真的令人不能理解 對言論自由得到保障的 現代國家來看 使用暴力對抗言論是可恥的事情 在香港 中共的高壓統治日益加強 對於中共試圖從本土輸出其理念 和統治手段的舉動 日本也不能隔岸觀火 袁山議員心感危機 我想和認識的地方議員分享信息 也想在日本呼籲這個問題 針對這次事件 日本旗山院議會議員 林木正人表示好氣憤 還說 這個應該是不喜歡大紀元的言論 想要消滅其言論的人做的 香港現在在被中共吞併 我非常擔心 連言論自由都將被剝奪 這種行為是不可以容忍的 對於不斷搞擴張的中共 林木議員表示 香港政府本身也在向中共靠攏 中共現在是得以忘形了 無法保障類似的事情 不會在日本發生